和平船环游世界航程当中 可以下船从港口前往远方土地 游览世界遗产或壮丽的历史遗迹 进行一趟特殊旅程 参加景点动人的观光团 实现您独一无二的环游世界之旅 首先为您推荐本次航程中 前往极地冒险的北极圈之旅 在雄伟严峻的北极圈大地中 搭乘全长142公尺的 法国籍邮轮南冠号 巡游北极圈 我们将带您到陆地观光 欣赏北极之美 若运气好 还有机会看见各种野生动物 像是北极熊 海象 巡鹿 北极湖 鲸鱼等等 敬请期待北极 带给您独一无二的感动体验 搭乘飞机 游览纳斯卡县地上画 欣赏巨大的蜂鸟 图鹿等多达70多种神秘的动植物图案 前往许多人生命中向往的世界遗产 马丘比丘遗迹 走上蜿蜒的山路 您将看见由石头打造的遗迹 展现过去完善的都市机能 及精湛的工艺 令人敬佩印加人先进的制作技术 整座遗迹更充满独特的浪漫与神秘感 最后是特奥地瓦坎遗迹 您可以登上太阳金字塔与月亮金字塔 将广大的遗迹一览无遗 印尼拥有世界最大的佛教遗迹 婆罗浮屠寺院 有着世界最大的佛塔 共计72座 更被发现504尊与人一样大的佛像雕刻 是相当巨大且令人印象深刻的遗迹 接着是结合了佛教与印度教的 普兰巴南寺院群 神庙的形状 模拟了火焰燃烧到空中时的模样 在中央的师婆庙 高达47公尺 气势仓博 非常推荐考古爱好者参加本行程 长达5000年历史的埃及文明当中 有着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吉萨三大金字塔 以及神秘的师生人面相 接着造访路克索神殿与飞来神殿等埃及巨大的遗迹 您可以亲眼看见古埃及的宏伟历史 最后我们将带您乘船游览埃及的尼罗河 您可以享受搭乘邮轮才能看见的独特美景 意大利最知名的三大观光圣地 威尼斯、佛罗伦斯、特雷威喷泉 参加和平船观光团 能一次游览三个令人向往的景点 再加上巴塞隆纳观光 不论您是来过或没来过意大利 都相当推荐本跨港观光行程 本次介绍了充满魄力的遗迹群 与令人向往的世界遗产 以及搭船才能前往的跨港观光行程 为自己计划一趟和平船属于你自己的旅程吧